我再加速一支Richmond Hill的名贵原子笔 每个人啊? 每个人? 不是,三个嘛 每个人就是每个人啦 2 0 1 好了,这个时间我们这个萤光幕里面 可能因为我们这边有点点delay 不知道大家是否看到我们呢? 我们这个时间,on air的时候 我们要看一看導演confirm我们是否打开了屏幕 好,结果看到啦 那跟大家打个招呼先啦,辉哥 Hello,大家好 第一次呢,跟你做电视喔 这个真是互联网,网台 网台喔 第一次经过这样的渠道跟大家聊天 好啦,那你就... 今天里面我首先要很多谢两个人 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的话 就... 不用客气啦 是 如果没有你,我是否会很失望呢? 哈哈哈 因为... 有两个朋友呢,我真的要多谢 首先,如果没有阿姐 即是阿姐的美丽的食品啦 那他就... 其实... 我开始没有做电视的时候 最初就说我想做一个这样的概念的人 因为... 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跟朋友做节目 那我提了一个人 我说我会跟他一起做节目 希望你可以支持一下 那大家就立刻支持了啦 那就就多谢阿姐啦 那阿姐呢,就去了...出了佛 那所以呢,她的家人会看啦 好啦,那接着第二个要多谢 你真的说得对了 我们要多谢... 就是在这个列治文山第三区的市议员 要立辉议员啦 那我叫你辉哥啦 没所谓啦 我们这么说 但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挺好的 如果用这个渠道 可以跟大家溝通到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 挺新的一个... 就是... 溝通的方式 我挺喜欢 是的,那我们今天... 刚才很多朋友呢 就... 就是要解释一些 为什么我们... 就是说... 原本是十点的嘛 真的... 因为我们请了这个荷里活 是他摸人的化妆师 是摸人的化妆师 那... 其实很多谢辉哥 其实一路呢... 刚才辉哥一路都是在做东西的 他就在... 刚才在哪里做东西呢? 刚才呢... 我就要... 因为去到很远了 我又没去过 就去了Humber College Humber College 就差不多去到Missusaga 一路走过去 就是我比较贼一点 那我是坚持的 401 不走407 那我就走Hwy 7 所以变了多了红绿灯 但是最主要就是因为... 集园羊毛球会 就请了两个前世纪冠军 就过来有个表演赛 邀请我去看 那我就过去看看 非常之好看 那看到陈国志厅长 他又有份跟世界冠军 打...差几球 打了一场七分的比赛 那... 哪个分数是否说得到的? 我忘记了 他有没有让球 你看得出... 喂... 陈厅长也打得挺好的 陈厅长也打得的 他之前也打过 挺有趣的 参与一下社区的活动 到那边看完比赛 就赶回来和你做节目 那是我不对的 所以今天迟了 千万不要这么说 那... 因为... 首先很多谢辉哥 因为... 做一个朋友 我觉得他还没吃东西 原来做事业员 就... 就要... 他就像今天那样 还没吃东西 没关系 我都是减肥中 但是... 你说得很对的 因为以前呢 譬如你做开... 我们这一行做电台 那些 其实都是食无定时 但现在呢 很多时候呢 你真的说得很对 我们看到有得吃 都未必吃到的 很多时候 我一晚要去几个地方 可能每个地方吃一点点 我试过有一次呢 就是... 他去到就吃个拼盘 嗯 那一路... 不同的地方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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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个拼盘 那我去到最后吃了甜品 哦 就是不同的餐厅 不同的地方 一样接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味 去吃了这个甜品 那一晚都可以吃完全餐 好 那... 首先说一说 我们现在身处在哪里先 就是... 其实INX TV 是一个什么媒体呢 就是一个走到你的睡房的媒体 其实... 不过今天我们当然不是啊 辉哥的睡房 这么闷的 但这个不是啊 这个其实是辉哥的办公室来的 是 那我们在列治民山 225号East River Creek 如果在列治民山住的朋友 如果你不知道去哪里找市员 不知道去哪里交税呢 哦 在下地交 那我们在一楼 议员办公室和我们的市议会 在一楼 那下面也有个叫Access Richmond Hill 大家可以在下地那里交税 有很多查询等等的东西 那如果你说不小心被人抄了牌呢 可以上搜 上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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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去这个 HITEC 50号 我知道 上搜就要在后面填贷 然后等上搜 所以其实我们整个市政府都在这里 基本上在这个建筑里面 有五百多人在那里 好,我们今天很荣幸 INX TV第一次去一位嘉宾和我直播 和我一位好好的朋友 其实知道他很辛苦的 我最初问他 我都不敢说会不会 我其实最初一次 其实现在每个星期 大家将会同星期二晚 十点钟到半个钟头而已 今天迟了一点 变成10点45分 我们就会完 大家要看一看 可以怎样看我们呢 其实在这个屏幕里面 好像iPhone的屏幕里面 其实我们希望开放的平台 就给辉哥以前的粉丝 你知道他很久没有 不是现在都是粉丝 对不起 你这样吐大气 我又知道我说错了 其实可以跟辉哥打个招呼 如果是C 可不可以跟辉哥打个招呼 Hello Hello 其实在我们右边 你先入个名字 接着你就可以跟辉哥聊天 当然我们每天 任何的时间 我们在谈谈一些话题 你有份参与 大家可以一起谈的 最重要的是 因为你现在做了议员 我觉得 除了我们谈谈 我们会关心的东西 或者对于社会的大事 或者你的区里面 最后你的选民 或者你这些区住的朋友 他都可以 一些市政的问题问你 可以的 未必我即时可以解答 但是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喂 C很开心 哈哈 你跟辉哥打招呼 好像特别开心 是吗 阿斯 哈啰 阿斯 你好 希望这个带给大家 可以不只是在这里玩 我觉得大家可以更接近 我又可以和辉哥做一些 你最初为什么选择星期二晚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如果市会开会 都是星期一 星期三 有些叫Council Public Meeting 在Council Public Meeting 意思是 可能有些人要建议 有些公众出来反对 赞成 所以 变成星期一和星期三 可能会比较早 我给你选择二、四 星期五晚 多数都没有 很多社羽出去工作 所以一天选择星期四 你选择星期二 不是我选择 好 那我首先要向阿嫂 和两个BB Ethan 阿女儿叫什么 Kristen Kristen Say Sorry 希望她们在网上 因为她们会觉得 interesting 阿仔阿女儿睡了 好 十点多 暑假 都要睡了 我想做两个星期 哇 有酷子给你 大家记得 首先多谢你抽时间和我做 是 我们有三盒麵 就是阿姐送出来的 她那个叫韩风系列的辣辣拉麵 我们第一箱可不可以送出来 说一说哪一位朋友 如果听到也好 看到的话 不如问问这里 我们今天做直播 第一次和你这个地方 是什么地方 嗯 如果大家想赢到第一盒 一箱在你后面 可否介意不介意 议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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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台不知为何有时近时很喜欢拆开送给人 那现在这个 那是多些人得奖 那是 六包六包 真是 你真是奔忘 真是好 那这一包 即是辣辣拉麵 有三箱 第一箱 就是我们希望哪一位朋友答到 今天我们跟辉哥在哪里做直播 那我们就将第一盒的拉麵送给他 那你们将你的名字 即是在哪里你答到 我们待会就会送给你 而且你在上高 就有一个按键 写着 如果我们叫到你的名字 那你就可以在上高 让辉哥看看我们的创作 嗯 那这样 又不急的 在这里上高 就有一个contact 那些人 如果他说 暂时都没有人想吃烟 拉麵 是 慢慢等 好 我们放在旁边了 那这样 我想跟你谈一下 你其实今次 我知道你拿了 今次回到中国 是不是北京 是 我七月六月 是 那就回去拿了一个海外结出华人的奖 即刻 导演即刻 就真的好 那其实 那是一个 大家听得很明白 有没有说分哪个区 有没有说全世界哪里的华人的呢 其实今次 全世界五十八个国家 都有代表回去 那我就比较荣幸 我在多仁多一共有五个人 就选了回去 那我是其中一个 另外还有几个都很结出的 那他们最主要 都是希望 海外的华人 可以有些代表 回到大家 互相交流 互相见面 那我们都 顺便 也都等我们 可能离开了 中国很久 或者还没回到中国 可以回去 再看看现在中国 最新的发展 那 也都 老实说 最主要原因 就是希望 不希望我们 去了外国之后 就忘记了中国文化 就是我们的责任 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责任 也会延续下去 那你全程都是用普通话 跟他们说话 是不是 大部分都是 说的没有什么 说的了 很多时候都是听 那些国语 那些国语 所以你立刻都 免得跟我说 刚才那个国语 不是 是印度话 对不起 我最近的 lesson 还没上完 但是 也有很多 譬如香港有人回去 很多其他地方 都是说广东话 有些就可能 讨生讨长 美国那些 就说英文 但是都是挺有趣的 我们很多时候 都是用英文 国语和广东话 一起来沟通 好 那现在就要讲一讲 我们的即时对话的屏幕 都是士师的 由开始等到期到现在 那他就说是 Castro的office OK 那士师恭喜你 那你就去上高 因为我不可以 立刻问你电话 那 因为大家全世界都会看到的 那你就在那个contact 上高 我们INX的contact 那里 你把自己的联络留给我 那大家都说自己是士师的 那 现在另外一个 Franco 用真名 这个就是 Mike Del Gran 的助手 喔 Franco Inc 那现在就 Hello Joe 和Counselor Castro 不知道我会不会 误会了 原来他叫Franco 就是他 但是我知道 有位Franco 咦 还有一个阿赏 喔 輝哥 I just miss the part When will you visit when will you go 我认识完 我六月二十一号 到六月三十号 去到北京 去了山东 去了石家庄 然後去了一天香港 那這件事對於你整個人生 或者對你整個家庭 有婚、有爸爸、媽媽 有太太、子女 你覺得這件事對於你自己來講 我知道你一向不是一個很差名的人 但是有一個這樣的銜頭給你 就真的好像很有榮譽 當然很榮譜 但是其實這次回去 我覺得那個經驗 比我所謂的海外傑出青年 是更加重要的 因為剛才我說的 有五十八個國家 有差不多超過三百人 三百個華人 三百個華人回去 有些還可以攜眷 我自己最開心就是拍了一張照片 三百多人拍了一張照片 那張照片差不多有五尺多長 嘩 每個人都有一張 每個人都有一張 那我回來都特意傷起了 不如你將來放一個大的電視屏幕 放在裡面就可以了 拍不完 是啊 因為我們入了人民大會堂 不如你全部都放好 然後一張照片 然後一次過拍 XD 像是有百分之一的 一場拍攝 然後兩天之後 他就曬好了 然後就 沒個人的是給一個禮物 那我都不知道那麼長 一直ью捲捲捲捲捲捲捲 原来是Mike Degren 以前的助手 以我所知他将会离开Toronto 回到香港发展 祝Franco 其实在那区里做了很多事 祝你有一个很好的前程 All the best 我想问你自己觉得除了拿这个奖 拿完之后 你最佩服的 他们有没有介绍一下每个人 他每个人都有些简介 我们今次回去 其中一个是佛英东的孙 佛啟文 他就是我们整个海外青年 那个团以他为首 很多人都是他代表 例如他见山东的省长 他见了很多领导人 他都是代表我们 说话都是他 所以你今次都认识了很多人 很多啊 刚好有一个在澳门的朋友 他刚刚又来了多人多我 昨天给他电话我 大家一起聚一下 他刚刚在中国大家见过 打人出来 我都没有空 打电话给他 我晚点打给他 我们经常都说 除了其实 他就是这样 真的